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这边WO带大家继续往下看剧情的启程转合 渐渐开始进入到了下半场了 嗯 就看到了在第五节开始是延续了前一晚 也就是第四节最后面可以看到这一天早上 克里斯依旧是很消沉 也不愧是好伙伴的音音真的很nice的好朋友 相当问心还抓了猎物要来安慰一下克里斯 而在大家聚在一起开会听取简报时 就看到了克里斯还在不爽其他人 尤其是约翰 约翰栽赃害得克里斯的老爸被关 毕竟呢 搞得克里斯跟他老爸之间出了很大问题 然后接下来根据利奥塔熬夜查出来的线索 他们这一个天平天团有了下一个目标 大家过来要一起前往格安泰瓶装工厂一探就近 几个忙碗事接着下来在第五第六集开始发酵 向河冰施责老爸奥吉在克里斯探望他 陪伟的李安试着跑到老里干掉奥吉不成之后 奥吉就急着跑来找苏菲警官 并告诉了他这些包括他被栽赃抖出他儿子 还要求了苏菲重演他的指纹来比对电脑里面的资料 哈军中 奥吉还是不改他种族歧视的言论 像是每次跟苏菲都会出现几句说的是刘玉玲啊 因刘玉玲大概是美国最有名的亚裔女演员之一 或是一句群穷害偷用来骂荒安的贬低用语 当然了几次苏菲也都会用17DD来反击回去 不过毕竟人家苏菲还算公司公办正义好警察 后来还是有帮奥吉重演指纹甚至亲自比对 所以也有时苏菲发现了人不是奥吉杀的 而所有证据更是转向到了和平使者身上 苏菲跟他小帮手飞吉开始针对和平使者进行追查 后来看到了另一边克里斯他们再次出动了 大家前往格兰泰评装工厂调查 而赞导比赵像星际公队出任务时要听音乐 在开车途中克里斯推荐了Poison毒药乐团 或像是Hanoi Rocks和Nate摇滚乐团 克里斯称他们是史上最棒的乐团 也可窥之一二配合了这出影集的限制集调调 挑的音乐歌曲更是充满中金属华丽摇滚曲风 然后在他们抵达的工厂这边 没对到了的对手还不确定是不是蝴蝶 一开始艾蜜莉亚还主持了忍性的异景带电剧进去 而过来大家分组行动和平使者跟利奥塔 艾蜜莉亚则是跟一起一组 但每个组员就都不是那么安排你出牌 看到了利奥塔才刚要问话 和平使者就能不防的直接开枪毙掉了柜台小姐 和平使者不同的头盔有不一样的功能 这一次出人物就带了具有透视功能的头盔 而在开启透视眼功能之后 和平使者可以看到对方脑袋是不是有蝴蝶 所以也就这样和平使者话不多说就直接开轰 也是相当惊悚的发现 其实这边整个空场的人都是蝴蝶了 大家在这边几乎就直接展开了屠杀行动 还包括了和平使者 正是一枚俄国炸弹绑上手榴弹 几乎这边全白屏 炸烂了人类外形蝴蝶丧尸群 只剩下一只他们称之为的熟天使 还记得上一集有提过一只大猩猩吗 电视报导有提到动物园大猩猩查理走私的新闻 原来查理就在这边这个房间里面 大猩猩加上蝴蝶寄生之后的超强大力量 一般子弹还有他们几个加起来都无法对付 属性呢 约翰在此是扮演了最佳救援 在最紧急的一刻 约翰是从背后突袭拿着电锯 又后往前胸锯开 终于才避掉了查理 在经历的挂掉大猩猩查理一役之后 克宜斯一改总是对约翰很不懈的态度 而经历这样 生死患难后大家回城也是非常嗨 就连平时不果言笑的艾米莉亚也难得开心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都觉得了大家是一个团队 然后另一边为了阻止苏菲继续调查和平时泽 慕恩动用了他的人脉在警察局这边 另一个陆河队长取代了原本苏菲的长官 再次换掉奥奇指纹比对的资料阻止奥奇出狱 不过后面看到苏菲也是由他的人脉来反制的 而在第五期最后清晒了一幕 利奥塔回到办公室原本只是带着好玩 却没有想到 戴上和平时泽头盔启动了透视工人之后 总统望向另一边的慕恩就这样吓了大跳 利奥塔意外发现摩恩是蝴蝶 这个不可置信的真相 接触了第五期最后 利奥塔发现摩恩是蝴蝶之后 在下来的第六期开始 艾米莉亚也到了 他们两个才跟利奥塔透露了原来早一点之前 艾米莉亚跟约翰其实已经知道 他们在事前任务之后只问过摩恩 摩恩也跟他们坦白了 他们原本星球快灭亡 呃真的是有点老套的一个说辞 然后他们蝴蝶猪人来到地球 而高夫头里面的那一只是蝴蝶 大概就像女王蜂那样是他们手里 接着跟戴布之前想的刚好相反 摩恩说他是好蝴蝶 高夫那只则是坏蝴蝶 而且没有错 坏蝴蝶他们就是要来统治地球的啦 接着在说服了利奥塔之后 是看到另一边和平之责接受贾米莉的请求 来到贾米莉小朋友的学校 分享了超级英雄的种种 这边甚至扯到了神女超人 怀疑应该是掰出来的 因为第一集开始 可以是跟贾米莉讲述了他是超级英雄 这个也是这部剧有趣地方 透过琐碎以为没关联 但看到后来慢慢会连起来 而透过跟小朋友分享 其实也是再一次反应的 可以是内心想当英雄比较多 在第六集里面看到苏菲透过了他人脉 所以在这边的第六集 终于奥吉还是被放了出来 但奥吉其实也没有多感谢苏菲的意思 然后苏菲跟飞吉转向要去逮捕和平使者了 虽然看到了洛克队长还是想要暗中阻牢 不过因为苏菲的后台比他还要大尾 所以没辙只能通报了穆恩 接着穆恩在想办法告诉克里斯开流 只不过看到另一边克里斯在他脱车这 还有一段离案让人看得非常替他们着急 两个人就这样在一起耍白烂 错过逃命黄金时间 克里斯没接到穆恩的来电 那次到了穆恩应该是好蝴蝶之后 相对的另一边被克里斯藏起来的这一只蝴蝶 被关在不会关里面 前面虽然看起来好像无害 但观众多少应该会有一点解决到 如果不小心让他跑出来 那就真的会是非常糟糕 看到克里斯跟亚德里安 还在跟这只女王蝶无厘头打敌是或不是的时候 外面苏菲带一队已经团团包围住了克里斯的拖车 好不容易默默换达到亚德里安的手机 也终于是在经济客警告了克里斯他被包围 所以克里斯跟亚德里安带来蝴蝶 接着从天窗爬到车顶 然后就看到一段克里斯跟亚德里安试图躲过警方追捕 就在官兵抓强盗 你追我跑 这段书菲带队大批警力要追捕和平施的巨型里 最糟糕的一个状况还是发生了 原本克里斯带着亚德里安是想爬树 从树上面瞧瞧躲过警方追捕的 只是天不从人愿 亚德里安又耍白痴 一丝足从树上面摔了下来 结果绑在他背后 装了蝴蝶的玻璃罐就这样被压碎了 相当惊吓了一幕 苏菲枪对着亚德里安过来 蝴蝶就顺势直接飞进了苏菲的嘴巴里面 非常糟糕蝴蝶跑掉了 而苏菲也就这样被寄生 即使暂时靠着洛克再次出来掩护 让克里斯跟亚德里安可以顺利抛掉 不过也是这样 往后发展成了没办法挽回劣势 在一首Reckonings Love的Monster歌声当中 被蝴蝶附身的苏菲以女王蝶之之 召集了他的族人 就这样在草地上出现了一大批小飞蝶 然后由苏菲摔领了这一大群蝴蝶 接着是非常霸气的一阵个警察局人员 也包括还关在牢里的犯人 通通都被蝴蝶附身了 而同时间呢 更是看到了奥吉这边有动作 在他们一群三开打扮 种族歧视部下的出勇之下 奥吉也换上了他的白红战袍 估计会是针对他的儿子 克里斯要出战 不过也不排除遇到了蝴蝶两边就打起来 所以说相对看起来 和平之者他们这实际当保 甚至更糟糕的 团队再次陷入了新人危机 像是克里斯时长的女皇蝶 现在事情闹大了 或像是利奥塔 艾蜜莉亚跟玉汉他们 已经知道木岸是蝴蝶 但却没告知给克里斯知道 还有像利奥塔在克里斯的拖车 放了一本假日记 现在也已经被警方给说出来 变成一项的证物被用来证明和平施舌 各种罪状 总结来看 叠高热惊悚氛围的第五第六集 可以预见后面的情势紧绷 将会是越来越危急 被胡提附身之后 变得嗜血力大无求 就有营造类似的 像是大家变成丧尸那样的情节 现在由苏菲掌控的警方 甚至范围可能更大 在第六集的结尾 包括被发现的那本日记 警方正式在电视上宣告 不择手段找出和平实责 所以可以预见了 剩下可以走的路并不多 雄之一最有可能就是找到 他们的乳牛 他们下一个任务地点 是可否带有牧场 而所谓的乳牛呢? 也就是用来生产蝶 他们吸食的那种体力的来源 但剧情尚未明确看到 究竟什么是靠 里面指的路并 这面目会是什么东东呢? 一个生物 怪物 或是一个人 什么的 射定了或许消灭这个食物 唯一的来源 就可以一举消灭 这一大群可怕的蝴蝶兵团 而究竟故事还会有 怎么样进人的发展呢? 看到了和平实责 自我省事的过程之中 他越来越不想要杀人 虽然杀外星人 对他而言还是没问题 但可以看到了 就在克里斯想要洗白的过程之中 团队之间的一些不信任 老爸要对他讨伐 这种种又会对和平实责 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呢? 就让我们继续往下看下去吧 不知还有什么意见与看法 欢迎在底下留言 大家一起来讨论和平实责咯 以上就是我的介绍 如果觉得不错 可以在下面帮我按个赞 如果喜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什么想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讨论电影咯 那就先这样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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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